今天我要來示範的是怎麼樣使用Hiloku 首先來看一下Hiloku的網站部分 我們先登錄 登錄之後呢 如果要上傳的話 就得再下載一些程式 我已經有帳號了 所以我就先直接選Login 那我登錄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 先下載我想要安裝的軟體 那以我而言我是使用Node 所以我要選成Node的Getting Start 那這是介紹的部分 如果已經會用了就可以跳過這個階段 那他說我要有一個帳號 還要有Node 還要有Npm 我已經有了 那他說 Tour Belt for Windows 那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安裝一下 然後使用GetBash 去OpenShirt CommandShirt Windows 那這裡我們讓他安裝 我們稍微看一下Hiloku的這些簡介 那待會兒我們會要用Hiloku Hiloku login Hiloku login 然後登錄 登錄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載一個這樣的專案下來做練習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如果你的程式已經好了 那你就可以用Hiloku去建立 但是這邊建立的時候 它會自動給你一個 亂數產生的名字 其實這樣不太好 應該是HilokuCreate 直接加你的App名字就好了 接下來就是Push 用Git去Push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要裝 要裝那個GitBash的原因 然後呢 你可以設定一些內容 然後 打HilokuOpen 這樣子 你可以看Log或幹嘛的 但是呢 你可以在 PROC File裡面 去設定這個 你要啟動的命令 那其他的部分 這個就 比較進階 那基本上 Hiloku呢 它提供750個免費的Dino Hour 給我們 這流量 其實是不大的 不過免費的 已經很不錯了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設定你的 App的相關 Package & JSON 然後安裝 然後呢 可以用ForeMain 這個 先在你的Local端 測試一下 你的程式是不是OK OK OK的話呢 你可以改一下程式 然後呢 就 就 安裝 然後呢 就 啟動 OK 那這邊它有改了 除了Hello以外 剛剛那是Hello 它改了一個 就是用ASCII Code 畫出人臉 各種人臉的一種方法 然後呢 安裝好之後 啟動 啟動 你可以 可以去看 這個LocalHust 5000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就可以 Add一些檔案進去 然後Commit 所有檔案進去 Commit 最後 呼叫ElocoOpen 那 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子 ElocoOpen之後呢 它就會帶你去它的網站 現在我們先把已經下載好的 ElocoToObit 先安裝一下 好 那我安裝在預設的地方 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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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繼續看一下 Hiroku是一定要安裝Ruby 聽說Hiroku是用Ruby寫的網站 所以他其實早期是只支援Ruby的 現在呢 他也支援Node、各式各樣的開發工具 幾乎都支援了 Hiroku聽說是交在Amazon的PC2上面的一個平台 所以他本身其實並不經營那種機房 所以他是把這個機房的部分交給Amazon 那他純粹就是做更方便的博物 現在他正在安裝這個4man 4man就是Hiroku在讓你測試的時候 會可以使用的一個指令 那你可以再用4man先在Local去啟動網站 那他會在Port 5000這邊去加起伺服器 然後你就可以先測試一下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上傳之後通常比較不會出現問題 那現在我們的HirokuTurbe已經做好了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就開啟一個Gibage的Ctrl 好 那確定4man有起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剛剛的安裝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 就稍微測試一下 那首先呢 我先 目前我已經有一個專案在裡面了 所以呢 我先去把我的專案找出來 好 在這裡呢 我有一個Wikidam.js的專案 而且這個專案我已經上傳到Github了 OK 好 所以我現在呢 就直接 切到滴槽 好 那 這個設定基本上 我昨天大致上都設定好了 好 我們可以看 好 你可以看到 我的prc file這一個檔案呢 它裡面是web.node.wikiserv 也就是我這一次程式 當成組程式 好 那 另外呢 package.json這些套件 就是node的開發者應該會知道的 還會指定的一些相關的套件 所以你只要用npm install就可以安裝 不過我也安裝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app.json 那 稍微看一下 這個 好 這個基本上寫不寫好像不太影響 好 那 這是我的 我的 到自己寫的程式裡面 server和knight done的部分 我們已經都安裝進去 好 那我們 既然已經安裝進去了 就可以照他剛剛的方法 來測試 昨天我已經測試過影片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這是我昨天操作的一些指令 我們現在可以先用format來試試看 他說format 我們現在已經 佔已經 佔已經 佔已經佔在5000這個port裡面 佔已經已經佔在5000這個port裡面 那沒有問題 我的程式確實是長這樣 所以我的佔已經佔好了 總面測試沒有問題 那應該來呢 我會選擇 我們就 vuelta 就继续 我们接下来要去创造一个专案 所以我就用Hiloku 的remote.login 先去创造一个专案 那我先把这一个切掉 看是正常 Hiloku create 我们创造一个wikidown.js的专案 这里要输入我的email 输入Hiloku的密码 他说呢因为我刚刚专案名称呢有点 那这个点呢他不接受 所以我只要把wikidown.js的点拿掉 好 好 OK 这次好像是可以 好,看起来是成功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 用git 把东西加进去 但是我的git其实已经都加了 基本上呢 再试一次 git.atda 这已经全部加了 接下来呢,git.commit 先git.status看一下 OK,看一下我们的git 现在我的branch是在ghpage 所以我先把它切回来 切回到master ok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 OK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就用 beloku 的 已经create了 接下来 接下来应该是要做 whish 动作 好,这样子 在这个温度 接下来我们的git 这个温度 都可以看着 这就是 这样子他会把我们的专案布许到楼库下面 那Hiroku给我们总共可以开五个专案的基本免费的空间 所以如果五个专案满的时候 他的Create的专案就会失败 所以最好如果是免费的话 不要弄太多专案 现在他上传到Hiroku似乎已经是成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HirokuOpen 这个指令呢 去把它Hiroku的网站可以打开 对应你的专案 这时候他会带我们到我们刚刚的专案里面 我们的专案已经起来了 在这个网站上面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给附置到Google Chrome上面 其实后面的参数是我们自动转直过来的 所以 其实只要打网站名称就可以了 好 OK 这样子我们的Hiroku就架设完成了 那我这个WikiDone在 在那个GitHub上面的版本呢 由于没有Server 所以他没有把它储存 但是呢 在这边的版本呢 就有Server了 所以我就可以储存 那储存存档完成之后 我再预览 OK 你可以看到我刚刚打进去的东西存在 那我如果转到别的地方 我再回来的时候 再回来Main OK 这个还在 那当然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再把它 砍掉 再储存一次 OK 再预览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操作 过程 连Server端 都是有起来的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Hiroku 这一个云端的平台 可以让我们把 NoteJS的程式 存上去 让你不需要自己 加伺服器 就可以把程式 放在云端 这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今天介绍Hiroku 就介绍到这里